主料,大虾400克,主料,咸蛋黄4个,香菜100克,牛油25克,白酒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咸蛋黄隔水蒸熟,抛碎,大虾起劲,放心水煮2-3分钟,因为非常新鲜,不用煮时间长老前沥干水分,锅热放黄油, 放入偷碎的蛋黄煸炒,放入大虾煸炒,加点白酒,加盐,放入香菜煸炒一会儿,就OK了,烹饪技巧,虾,小龙虾,对虾,含大量的维生素B12,同时富汗性,掉颗细,热量和脂肪较低,注意,胆固醇含量较高,胆固醇煸高者不可过量食用,而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,